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1日 星期四 在昨天 香港會展 有一個叫做一帶一路的高峰論壇 新兼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 韓正 透過視像發表講話 香港01記者 太過 算犯上作亂 因為 他是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 組長是習近平 現在 韓正無故被香港01 升了做組長 基本上有犯上作亂的嫌疑 除了用港區國安法拉以外 邢 yazing veio out of Wink 自 profession 直接聽到國安 在北京 Act even back in our brutal 記者就嚴刑敲問 看他背後有甚麼勢力 顛覆中央政府政權 這份報章是經常的 因為現在沒有糧出 因為他老闆也不行 韓正透過視像發表說 提出四點希望 包括繼續主動作為 拓展暢通便節的國際聯繫 又希望加強 人民交流 特別提到支持香港繼續以多種形式參與共建國家的人民交流 擴大教育科技合作 吸引更多學生 學者輔廣留學 研學等等 政界當然就是 共狗的分析 韓正說話涉及三大重點 包括香港需要繼續做好 聯通國際角色 香港 沒有了這個角色 維持自由開放 香港沒有開放 意味著對外通關可以多做工作 韓正提到吸引人才來港發展 亦反映本地人才流失 搶人才 不能抬慢 這三個重點 其實正正就是現在香港的死穴 香港 以往就是一個跟外國溝通的最好橋樑 香港 在中國 在改革開放以來 引入的外資減了七成 七成的外資是靠香港引入的 沒有了香港 大陸 餓死了 所以 香港以往是做一個聯通國際的角色 現在失去了 所以 也做不到自由開放 現在 跟全世界斷絕來往 韓正的三大重點就是香港的三大死穴 香港的人才全部走光 所以要搶人才 韓正提出的第一點希望 是香港 繼續主動作為 推動 與共建國家開展 更多務實合作 提到香港具有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顯著優勢 現在沒有了 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節點 中央支持香港鞏固國際金融 航運 貿易中心地位 三個地方都被新加坡拿走了 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 拓展暢通便節的國際聯繫 與更多國家開展更緊密的交流合作 擴大經貿合作網絡 其實 這番說話 全部都是沒有用的 因為香港 不會再做得到這件事 我們跟大家詳細地分析一下韓正的講話 其實 他根本就是在反習近平 在 曲線炮打習近平 共9劉兆佳的分析當然是不敢這麼說 我們要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在經濟環境 十分之惡劣的情況下 其實未來的經濟 只會更加差 不會更加好 我們另外會開一節說 現在中國經濟有多差 全國的損失有多大 商界中人指出 這個疫情之下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打擊 為甚麼受到那麼大的打擊 是你們一手造成的 嚴格隔離措施 令到外商卻步 人財外流 宅外經濟發展 香港作為國家主要對外窗口平台 必須做好與國際接軌的角色 因此對港款早前放寬入境情實十分歡迎 但若要再一步恢復和國際往來 防疫限制必須持續開放 這個是跟中央政策背道而馳的 現在中共不是這樣看 現在村民不是這樣想 現在村長不是這樣想 村長現在說你們 跟外界一接觸 你們就會造反了 閉關鎖國是一件好事來的 你們沒有看到最新的 大陸的文章嗎 這段說話 即是之前的說話 跟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來港發表重要說話是一脈相承 以致韓正 他當時提出四點必須 其中就是 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你好像 老人癡呆一樣 你剛剛做完的 掐死香港 你不記得了嗎 你就要香港 沒有了這個地位和優勢嘛 習總 當中也提到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是得天獨厚的顯著優勢 現在還有這個東西嗎 中央很珍視 並完全支持香港鞏固國際金融 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 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 其實 如果林鄭月娥是新加坡的國母 其實 習近平應該是新加坡的國父 李光耀就放在一邊了 新國父就是 習近平 新國父就是林鄭月娥 不是彭麗媛 因為一手 將香港金融 航運 貿易的國際中心地位 送給新加坡 就是香港 就是剛才那兩個人 民建聯政策衛生政策發言人 梁稀 希望 西灣可蓋地鐵的梁稀 他成功當選了立法會議員 市民恆慎 東區恆慎 港人之福 希望 這個 西灣可地鐵站 可以直接通離英國 下一站就去倫敦 就很好了 過去一段時間 政府的防疫政策太保守了 民建聯早在上屆政府已提出 縮減酒店檢疫的日數 可視一直到新一屆政府上入 才可以落實推出 林鄭的目的是幫忙碰死香港 要不然新加坡 如何取代香港呢 他認為這是香港在訪港 客房亦規定落後於區內其他城市的原因 梁稀強調 任何情況之下 香港亦都要力爭 與海外有更加多的經貿和人員交流 認為香港必須做到這一點 而現在很多海外機構管理層訪港 對掩滅措施也有微言 微言 甚麼是微言 如果這句是微言 那麽這個世界 沒有髒話 沒有罵人 他也收到求助 說機場入境的 掩滅動漸要輪候幾個小時 認為措施趕滅 要盡快改善 機場也沒有甚麼人 還要用幾個小時檢疫 我想說一下 我們去杜拜的時候 其實 我們坐飛機 由英國坐飛機 是去阿布雜比的 因為當時 我們不知道杜拜很寬鬆 所以我們搭 阿提甚麼航空 去到阿布雜比 其實是杜拜另一個城市 杜拜有七個邦聯組成 阿布雜比 就是首都 杜拜不是首都 阿布雜比其實有兩個關 原來他有兩邊 一邊是阿布雜比 另一邊是杜拜 阿布雜比 要帶電子手扣 要帶五天 還有五天要在酒店裏置我旁邊 但是我問他杜拜 杜拜不用旁邊 你去到就可以到處玩 當然是老虎蟹也去杜拜 我們就 放棄阿布雜比 然後轉去杜拜 原來是 在旁邊的卡塔 我們走到旁邊的卡塔 他說你去到這裡 然後 出了阿布雜比 直接坐的士去杜拜 那你就不用隔離了 老虎蟹也去杜拜了 所以當時我們就去杜拜 而且他們那裏的人都穿了西裝 都是外勞來的 應該不是杜拜本地人 請了外勞 但是 很殷勤 個個好像酒店那樣服務 我還沒見過一個海關 所有人好像酒店那些 reception 五星級服務 個個笑面迎人 十分之殷勤 你感覺到你不是入境 你那些看見的不是官員 而是一個 對你很禮貌的 reception 甚至乎一個 VIP Room裏面的招待員 所以那麼多遊客倒拜 真是賓至於貴的 你看到 他真是當你貴賓的 香港 反正你也沒有旅客進來 為甚麼要用幾個小時去檢疫呢 這些人做甚麼的呢 梁希就說 檢疫措施應該如何改善呢 3加4實施後未見導致疫情進一步爆發 甚麼沒有 疫情現在 去到9000宗了 不是准一步爆發嗎 他建議研究進一步縮短商務客訪趕酒店檢疫 提升商務往來的誘因 放寬觀光客 則要平衡風險 重點就不是 能否放寬 而是可以接受多少 認為縮短低風險地區訪客酒店檢疫 甚至免檢疫來港 也是可以討論的 問題是人們想來嗎 人們也不想來 是不是 我們看看共9劉曉佳說甚麼 中央領導 再一次提及香港需要連通國際 會否同時暗示香港在防疫上可以鬆懈呢 或者可以不再收緊呢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共9劉曉佳就認為 防疫政策通關終究是短期議題 但同意香港作為國際大賭會 即使短期內不能與內地通關 對外通關上也能做多一些工作 前態是不要倒過來影響內地疫情 其實不是 這次我告訴大家 讀新聞要懂得理解 韓正這個意思是甚麼呢 其實 韓正就是透過這次的會議 反映香港被你習近平 搞死啦 你老母 香港是我們大當家 江澤民的金庫來的嘛 你搞亂了香港 就是目的想搞我們江派 香港其實真正要做好聯通國際角色 意味著甚麼 香港沒有做好這個角色 以往就是跟世界 溝通了橋樑 現在斷了 就是被習近平一手就弄斷了 他又要拿回習近平的說話來攻擊習近平 告訴全世界 香港本來是很好的 好地地 就被你搞亂 你的防疫政策 不單是搞亂香港 還搞亂上海 以往上海 除了香港之外 跟世界溝通的橋樑 所有引進外資就是靠上海 你又在上海搞極端防疫 現在搞到上海也沒有這個功能 兩個吸引外資的地方也沒有了 是不是 然後 自由開放 現在不自由了 上海的人可以坐牢 香港好一點 不用坐牢 但是 香港也不是在自由開放的地方 你就算對外通關 以後誰敢來呢 誰知道你突然間會不會有一個疫症 又說要隔離 又說要防疫 又要抓人去方艙醫院 現在誰敢去大陸 你告訴我 上海有金執 也沒有人去 是不是 你有沒有看過那些影片 那些人在現在買東西 突然聽到有一個人確診 全國地方要封 人們瘋狂地跑出去 如果你是外國人 你會不會在一個那麼危險的地方 我打算來做生意 我打算來做生意 我打算去做生意 三天去開兩個會 下一天去購物 誰知道突然間去到 一坐下來 你就說風了 整座大廈風 整個區風 沒有的士 沒有車 要在酒店 躲在 兩個星期 一個月 誰敢來 你告訴我 誰敢來 我怎麼計劃 你大陸人 沒有人權 沒有法治 不是人 你當他是畜生 我不是 外國人不是畜生 不是任你想怎樣就怎樣的 誰敢去一個這樣的地方做生意 你是不是傻了 至於 香港人才流失 當然啦 搶人才怎麼搶呢 你用什麼搶呢 用AK47搶呢 用達武蛋搶呢 還是用 胡椒噴霧搶呢 誰敢來這些地方 其實 韓正 這幾個重點 主要就是針對習近平 基本上 就是一篇反習的宣言 你 弄壞了香港 弄壞了上海 現在 你想要一個地方翻身 出來撤覆吧 你不下台 這些地方哪有得翻身 所以 解讀每一個人的說話 你是要深入那個分析 明白嗎 不可以就這樣聽 像共狗那樣的說法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裏 你賺的 你賺的 我可以不知 是 我可以不知 你不知 你賺的 你賺的